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松一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原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若飞 感谢主要让我们到了 透过良友电台所制播的 圣言圣言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小组组员的成员有所变动 在查考新的一卷书信的当中 我们有新的成员是若飞在我们当中 按惯例 我们先将今天的经文做一些观察解释 之后就有两位同工来作为生活上的应用 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1到25节这一段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写作者路加做一些介绍 路加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到他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 而提阿非罗大人是指着一个尊敬的一个称呼 那事实上是不是名字叫提阿非罗呢 有可能是有可能也不是 但至少路加在写作的时候 他有一个对象来诉求 主要原因是他要介绍耶稣基督的生平 要介绍基督徒的信仰 要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在写作一开始他说 我是经过详细的考察 而路加本身呢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提到路加 曾经说过他是作为医生的 他有一个医生的精神 这样一个非常细腻的来考察 将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 写成了路加福音 而今天我们在经文当中所查考的主人翁呢 不是指耶稣 是指的一对年老的夫妇 做丈夫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 做妻子的名字是叫做伊利沙伯 他们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 就在这时候 神透过撒加利亚在圣殿的供职的时候 向他显现 告诉他要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 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也就是施洗约翰 那今天呢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先看到 撒加利亚在看见天使 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是惊慌害怕的 我想任何人遇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 总是会害怕的 当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 他的妻子要怀孕的时候 他是完全没办法相信 没有办法接受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变成一个哑巴 出了圣殿之后变成哑巴 另外在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当中 第二四节说 他们隐藏了五个月 也就是说怀孕之后 为什么要隐藏呢 估计是要确认是真怀孕 否则啊 这怀孕初期 有可能是假性怀孕 或者是天使说了 所以他就认为 真的怀孕了吗 要经过查验之后 那么因此今天查的 最后一节经文就说到说 以利沙伯这样说 族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也就是之前不能够生孩子 是一种耻辱 但现在呢 真的怀孕了 确定了 因为已经有生孕五个月了 好 很快的我们做一些观察解释 下面来两位同工 就今天的经文 有什么样的生活应用呢 我觉得路加他整个写作的 预备的过程 还有他的动机 我觉得都是相当值得学习的 因为他真的是很仔细的 去考察所有的东西 然后按着次去写 而且他这样做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自己 变得更聪明啊 更有学问啊 也不是要拿什么学位 而是为了要造就别人 他是要让人能够知道说 他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学习的部分 好 这是立心你的看法 来 洛飞呢 我看到那个加百烈 我觉得加百烈 虽然他是一个天使 但我觉得他对他自己 天使的这个职份啊 非常的尽松职守 就算那个 莎加利亚他 惊慌害怕不相信 他还会安慰他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他会安慰他 然后他不相信的时候 他还是会一直告诉他 我就想到说 虽然在第19节的时候 他有讲说 他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烈 是奉猜而来的 是 对 但他就是有一个使命 可是我就在回想我自己 就是当我有一个职份 或者是一个工作 需要去完成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像他一样 这么尽忠职守 这么觉得说 只要是猜我的事 那我就必须要使命必打 我有自己有没有那个精神 就是我看到那个加百烈 他跟那个 莎加利亚的 莎加利亚的那个互动 就想说 我自己有没有像加百烈这样子 就是不管他说什么 非常有耐心 或者是我自己在传福音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可能对一些 圣经上的教导 或者是一些信息 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明白 或者是 不是那么相信 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耐心 一直让他能够到 他可以相信 可以愿意像 最后跟着 莎加利亚一起等待神的 那个显现 就是这样子 我很希望自己 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你是觉得 加百烈很有耐心 很称职 是 好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 跟交流 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进行在这 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原则三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若飞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我的心理